男神無依出力幫 伴諜聯絡中方 這應該是男神和無依依的心聲 昨天他們寫信給奧巴馬 要求不要法律追究斯洛登 斯洛登我們當然知道可能是犯了美國的法例 但與此同時可能是為現代社會 我們民主自由的理念做了一個很大的貢獻 貢獻就未知大大禍就緊的 最緊要是燒香港那一疊 斯洛登接受藍組訪問時說 美國NSA非法入侵香港電腦 成功率是75% 只涉及民用電腦 沒有入侵中國軍方電腦 立法會來會就會休會辯論事件 下星期三大會都會提緊急口頭質詢 要政府交代入侵香港電腦的事 會不會向美方跟進 你怎樣看斯洛登的案件 看到啦 到時政府可能會有波打的啦 我們不能夠評論各別案件 美國方面有甚麼問題 我們不能夠評論各別案件 至於請斯洛登上立法會就未必成事了 投行的人不止立法會 中美都一樣 因為斯洛登演變成中美政治角力 美國廣播公司引述美國高級官員說 已經將案當成懷疑外國間諜案 正在調查斯洛登和外國 特別是中國有沒有關係 包括有沒有得到中方幫助 他就說斯洛登可能投奔大陸 和中方官員合作都是美國首要關注的 華盛頓時報引述美國國防部官員說 斯洛登可能已經和中國官員聯絡 擔心他為了避免引導回美國 會用手上最高機密和中方交換 他昨天出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就說 已經對斯洛登展開刑事調查 將會起訴他 英國也要求全球航空公司 不要讓斯洛登上任何去英國的飛機 中國就入侵網絡事件 會要求和美國對話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就很強硬了 認為入侵中港網絡涉及國家利益 強調斯洛登是送上門的一隻牌 應該被他說出來並且和美國交涉 又叫阿爺和港府 在遣返斯洛登的事上 考慮輿論反應